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这里是泰青蓝 山绿 山青 还有藤华 墨 这是我们主要用的颜色 画一个V字 跟那个画空间一样 然后画的嘴巴 这个孔雀的嘴巴比较尖 公鸡的嘴巴这里没有它这个孔雀这么尖 比较圆 这个孔雀的嘴巴这里很尖 拍一条线过去 它这个头的顶部在这个地方 还有几根毛 大概有十根左右 生起来的毛 好像关这样 一根一根上去 然后这里呢 它有一件扇形的 绒绒的羽毛 小羽毛在上面 非常好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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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口孔雀的结井很长 但是呢一般上因为他说起来的时候就有点好像S型这样 他可以飞很高哦这个孔雀 你不要看他这么大这么重 飞到那个松树的 然后三清还是三清三清三一都加一点 然后再调点碳线 他胸部他的背部 他这个这个翅膀呢大概到这个地方 翅膀我们就轻轻的勾一下 他的翅膀大概到这个地方 他干的时候我们再调整一下那个颜色 这里他有所谓的刀鱼就是刀鱼 一层一层的下去 严格说起来这个这个刀鱼呢可能就是他的尾鱼 这刀鱼呢是很比较硬的那个那个羽毛 所以他撑起来你看那个啊开开瓶的时候就是有这些刀鱼把它撑起来 然后他中间这些这些羽毛呢就铺上那个那个刀鱼上 变成了很漂亮的一个扇形的那个形状 所以他是比较硬的羽毛 所以我们就要把他那个 他的主 那条主径 放出来 他像管型的对不对就是羽毛 他中间就一条管型的 羽毛 就是要有一个肯定的那个字典 啊 然后你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要从你那里完结 上绿加点 糖黄 加点糖黄 加点糖黄 点绿色 如果以肩上加点蒙 好 刀鱼 它就是越来越好 好像一把刀这样 弯刀 刀鱼 变了翅盘 好 然后他的群呢 就这样下来 这样的群 群 从这个群这里 他这个眼睛呢 大概是整条这群上呢 就是这样 很多 大概画十 十个 然后你不可能把一百多个那个那个 那个羽毛都画出来 他的群呢 这里 这里也有比较小的眼睛 比较小的这种 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 画的 可以随一点 但是我们上的颜色的话 就比较好看 下面大 下面小 嗯 上面大 下面小 有些 有些 就是要 啊 也是 用 好 这个裙子呢 就这个像 啊 拍出来 然后他 当然是最后 这这几个眼睛比较大一点 然后他 他 这个下面呢 他也 可以 去把扇子 他就是这样 每个每个那个羽毛上都有一条 这样 很好看的 嗯 现在头顶上也有一些这样的羽毛 他这个 所以这样先拍清了 这样的在 在这个 嗯 在这个 一段上 点一点 墨 这个 圆形 画出来 然后比 要金色 啊 金色 就带点金的 这个颜色 这个金色 带点黄 那在这个地方就比较金色 你看 外圈这里再圈圈 哦 还是要用那个 呃 墨 把它 再加 加成一点 一点 哇 加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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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腌制,把腌制取出来 后面这里,它的颜色就比较金黄色 它有几种对的,你看这个,我尝尝的毛 其实这些毛到处都有,它只是孔芡,你把它近看的时候,它就有很多这些 然后把有一点淡淡的抹,一起淡淡的抹 它的翅膀,它的羽毛就是好像很多小小的扇形 这个零,所以国画里面呢,也有不同的种类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淡淡,它的种类呢,就是属于淡淡 所以怎样把它淡淡能够画出来,也是个很重要的学问 是很有它的记忆里啊,那个淡淡的记忆里呢,是相当重要啊 它就是,都是以排类的,好像是没有规则 但是总体上还是有规则的,可以看到 可以加点腌制,有些地方 所以你画的时候就是要有 我换了那个淡淡之后呢,你可以看到 它是 所以它的这个翅膀 这个羽毛也是很硬,而且有几层 所以分啊,分几层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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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翅膀很强 所以他能够飞得这么高 就是因为他的翅膀很强 他有另外一颗特点就是他在这个翅膀下面 你看他外面层比较软的毛 龙的毛 这个下面再有一层比较硬的 很长的那个黑色的鱼的翅鱼 然后在下面这里的他有一层比较金黄色的毛 所以他展翅的时候是很好看 所以他的展翅 他的鱼毛本身就有三种不同的颜色 非常好看 调成金黄色 调成金黄色 然后再一个鱼毛 笔尖上加一点 先点的褶色 加一点珠砂也可以 因为我要强调他颜色 跟它开始 整個就出來了 好像戴一個眼眼睛一樣,他的眉很好看 鳳眼,鳳眼的特點一定要弄出來 然後再加脖子這邊再加強點 加脖子裏面就可以了 窗子畫面 並沒有幾次 再加一點大一點比較好看 用那個散濾 看你 多元型的眼睛 留一条白线 他的头基本上一样 但是他的颜色 就比较 比较缺少他的蓝色 他在这个地方 还是一条几条 不要少 他的那个生起来的那个 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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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基本构图完完成之后我们才知道 譬如说我画这个他的在这里这样的我就没有用个画他的那个脚了这边 而且他尾巴比较短他尾巴呢就是好像那个那个母鸡的尾巴这样比较短的啊 东西都是喜欢的漂亮的 跟母鸡的那个 差不多一样但是比较短一点 要休息他缺他的他的脚在这里 小心 像 预兰花的颜色 这个也怀疑这个 越南化的时候就要注意你的那个笔 然后的方法 用运用的方法 应该也有很多种类 所以如果你去上去我们这个 锅店的那种去看的话 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而且很大可 现在我们笔尖朝外 这个越南化呢 它里面 它跟那个牡丹有点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外面呢 比较深色 里面呢是纯白色 所以它也是很清雅的一种 一种花 你看它 这一半画出来 然后 它全部有六半 它比较好看的时候就是比较融起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笔 那我下笔的时候 如果我画 只是笔尖 表纸 的话可以画成很细的一片 它里面是白色 里面是白色 所以我们如果用同样一支笔去画的话 然后我们就用它的笔笔度去画 把那个白目 拿出来 但是它也 那个画眼呢还是有点 它全部有六半里面 然后它外面这边呢 还有三半 外面 有三半 比较小的 那就像我们上个个礼拜 这样的那个 百合酱 然后比较 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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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你注意 院子里的那个玉兰花菜的形状都是这样 好 如果玉兰花盛开的时候呢 也是它快快掉的时候 你才可以看到它的花心 很好看的 然后它也有很多 还没有开的 然后还没有开的 然后还没有开的 这样合起来 还没有开的 也有 好 我就说它 你远看的时候 它就是很多 这个方形 因为它 它就这样分叉分叉的过去 所以你看很多那个好像方形的 那个 总体的那个构图 都是方形的 刚刚才 只要不易 穿上 穿上 写上 再点点那个 就不要在笔件上 挖他的那个 花筒 花筒 要把他那个 毛 这个稻椅的毛画出来 这些颜色都加了 可以画 把它画弯一点 可以 煮一煮的 我给人在画 那个 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低 因为你身边的人赞赏就好 但是呢 现在你知道 可能 再努力一点 你也可以有这种工 那他每个眼睛 这里 这一组毛 然后地址比较长的 嗯 有点接着毛 加起来 所以也有这种质感 要要要要要要 要弄出来 其实很多地方我们都要加强的线条 没有时间在这里加强的话 我就拿回家 我就更加加强 好像一个挖一支 好像一个挖一支 很多的挖一支 好 从这里 不是出来 细细的毛 变成一个扇形 扇子的形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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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好 他他这个爪很长 他也是三只在前一只在后 这个后面也有一点跟那个公鸡一样 但是呢 他的特点就是 凤爪这个正式凤爪 他的两边这个很很短比较短 至于中间这个很长很尖 你看那个慈禧太后 你有看到慈禧太后他的手带着那个 那个子 护子 他就是像 他中间这个很长 他旁边这个很短 所以看 所以看那个慈禧太后的护子就是这样 现在你们觉得这个花就是一点淡了 对不对 也可以勾 如果要的话也可以勾 用我来勾 要不然用我们以前的方法就是在外面这里 可以用花青把它围一围 它就吐出来 都是可以的 但是 谢谢大家